最后再带您来关心天气 随着封面北夷和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 台湾附近的水气减少 而接下来几天将会是多云道晴高温炎热的天气 但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东半部将会有小范围的降雨发生 那么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劳动呢 未来是否会生成为第二号台风 仍要持续观察 那么也请民众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 随着封面北夷和太平洋高压增强 台湾附近水气减少 10号周三开始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 接下来几天将是多云道晴高温炎热的天气 但午后热对流影响 东半部将会有小范围降雨发生 建议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10号11号开始在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花莲的天气 大概就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到12、13、14 基本上这几天天气都会不错 相当的好 但是基本上就是午后有可能有热对流 所以有些局部地方热对流发展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午后的震雨的发生情形 所以基本上整个一周的天气 看起来花莲的天气都不错 但是就是防雨后午后的热对流 然后造成的震雨的影响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的发展 未来是否会生成第二号台风 人需观察 还请民众持续留意天气变化 在菲律宾东方 这边有一个热带老洞 不过它距离我们还蛮远的 所以模式看起来 资料看起来都不是说很明确 这个老洞将来 它目前所有的模式 大概是偏向于西北方向行进 然后它会穿过旅宋岛来到南海 如果它发展比较强 然后它外围是因为逆时钟旋转的关系 它可能会把水汽带进来 那刚好花莲在淫风面上面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把水汽带进来 基本上到14号15号的时候 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老洞的水汽影响 所以花莲就可能 不是像刚才说的天气就那么好 所以我们要试这个老洞的情形 来看看是不是它的水汽会影响到我们 温度方面各地逐步回升 有机会来到32至34度左右 花莲气象站主任谭莲表示 上周花莲出现连续三天的高温乘灯警告 建议民众出门穿着透气 注意防晒并适时补充水分 留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记者长方燕华莲师报导 提案 地 �al 1 1 4 8 9